健康饮食服从口入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铁峰 首先欢迎我们的老朋友 国家高级营养师 您的健康管理专家 阮老师 阮老师 您好 铁峰老师 您好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同时欢迎两位健康观察员 观众朋友 如果您每天都在为吃什么而发愁 或者想知道怎么吃更健康 那么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节目微信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上千道 营养菜肴的具体做法 大家可以在电子菜单中自由选择 您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提出您的问题 阮老师和营养专家们将为您答疑解惑 那么今天要讨论什么样的话题呢 让我们先到健康社区里走一走 我哪吃着了啊 哎呀 您呢 这做个小手术 自己就不行啊 那这嘎涮瓶也算手术啊 那说的就是嘛 你看这列举的食材 这要吃这个 烟味 海鲜 没错 鲍鱼 确实 鱿鱼 是 对 这这这都不便宜啊这东西 是啊 你说咱的家庭你们吃这个天天吃的 再说那年轻时候也普着一会儿 嗯 年轻时候得个病 喝完鸡汤自己就好了 现在不喝了 也挑上 哎呀 那时代不一样了 那这些贵的肯定不会 哎呀 我的天啊 那贵的不过 那以前咋过的 再说我就不信这个事你知道吧 那能咋的 我能咋的我一会儿我就找闻老师评评 啊 这怎么就非得吃这些名贵食材 身体才能养好啊 对不对 那不吃这些食材 那身体怎么就不不健康了 那你问问 啊 那我问我就问我 现在就去 哎 我们这问题出来了啊 这对营养保健品 是不是越贵越好啊 两位观察员 你们对这事怎么看法啊 那肯定是越贵越好的 对不对 如果没有用的话 它能这么贵吗 我觉得就是效果决定了价格 我同意那个孟竹的说法啊 你这个一分钱一分货嘛 是不是 我也是觉得肯定是越贵越好 你看那个刚才那个老陈家 人家这些食材 虽然价格比较昂贵 那肯定进步效果 绝对得好 公认得好 是吧 首先我说出我这态度啊 我认为你们说的这番话啊 如果是在一个特定条件下 比如说 同样的是人参 那1200的 就比那800的好 这我认可 对不对 你要放到大环境里 不同的产品 这我不认可 而且我觉得啊 听老陈说完之后 我挺感触 以前的时候我们就觉得 肉是天叠最好的东西 什么时候能天天吃肉 那生活太美了 那叫幸福生活 对 但是现在你整一桌子肉菜 加两块子就吃不动了 没兴趣啊 其实吧 现在各种所谓的偏价补品 我觉得跟这事是一个道理 你看刚才啊 孟竹说的啊 效果决定了价格 您觉得呢 这话不对 效果决定价格 您好好想啊 我觉得是稀少决定了它的价格 稀少决定了它的价值 物以稀为贵 对 我觉得铁方老师您说的对 我自己作为一个营养师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很多的营养品 都是可以用常见的食材来替代的 要不我今天也就帮帮老陈呢 帮他找一些平民版的进补的食材 就拿他们刚才说的鱼翅来说 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反对吃鱼翅 那对 太残忍了 你说为了我们自己 进补身体 去伤害那些个动物 这个不可取 很多人对这个鱼翅他也不了解 认为鱼翅是多么的珍贵啊什么的 多么的补身体啊等等啊 都认为它特别补 鱼翅当中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 说白了就是胶原蛋白 就是我们女同志经常要补充的这个胶原蛋白 所以我们经常说 女性朋友你经常吃点胶原蛋白 你让你的皮肤好点 让你整体的气质更好点 那你可以从别的地方去找 这鱼翅里边含有的胶原蛋白 跟我说的别的胶原蛋白 没有什么多的特殊 很多的食材当中都有 比方说猪皮 你吃鱼翅跟吃猪皮 一码的事 皮肥多便宜啊 猪皮里头有大量的胶原蛋白 所以我会告诉那些 想保养的 想爱美的朋友 猪皮就是鱼翅的 平民的替代品 但是呢 要想把这个猪皮中的胶原蛋白 给它最大化 那就要进行特殊的处理了 其实你说这个事啊 现在想一想 还真像阮老师您说的 我们年轻的时候啊 要想身体健康 那是喝一碗鸡汤啊 哎呀 那觉得太好 对 你说哪像现在啊 是不还得吃这些什么鱼翅之类 这样的东西 你说咱们这个日子 是不是也得算算这个经济账啊 对 鱼翅多贵啊 要是能用猪皮来替代 那真是太好了 好好想一想 刚才阮老师说的啊 猪皮 这个啊 我估计铁方老师 对这个猪皮又有说到了 猪皮是真有用的 本草纲目里有记载 本草纲目里说猪皮能干什么啊 能补肾健脾 润肤抗衰 所以说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用猪皮 来代替鱼翅的话 这善莫大言 但我觉得 阮老师刚才你花好就说一半吧 是呗 我这可记着呢 这特殊的处理方法 还没跟我们说呢 这丫头的记性还挺好呢 说这个方法呀 这方法 还是我从北方的朋友身上学到的 我相信你们大家都吃过 特别适合在天气炎热的时候 吃的一道菜 北方跟猪皮有关的 是啊 很多你知道吗 你想说哪个 我想说做猪皮冻 皮冻啊 皮冻啊 确实是北方人喜欢吃的一道菜 尤其是什么呢 下韭菜 为什么说北方呢 孟竹 想不到啊 北方气温低 它能成冻 你拿个广州去 没等上牌吃呢 花了就 不是豆了 对 但是现在冰箱家家户户都有了 现在其实南方北方都可以做来吃 口感特别好 而且清清凉凉 跟现在的天气特别应景啊 其实我看咱们微信群里讨论的特别热烈 有一位朋友就说说 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吃母亲做的皮冻 可惜的是妈妈现在老了 换成她来做了 但是呢她又做不好 然后到超市去买 就感觉没有当年的味道了 做皮冻啊 只要关键的步骤 咱们做对了 这皮冻肯定做成功 等一会儿就做给你们都吃 我也馋了 其实啊 这些进补的昂贵食品呢 也是有区别的 你就比如说刚才阮老师提到的 这个鱼翅 咱阮老师的思维给他转变一下 用平民版的食材来代替 在保证功能的前提下 保护动物 保护环境 一举多得 那